继周杰伦五月天等明星登上教科书以及考试试卷后 近日有网友爆料演员杨幂也成了日前开赛的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的命题素材 演员杨幂说你只看到萤火虫身上闪烁着的光芒 却没有看见他身后拼命煽动的翅膀 在没成名之前他是一颗微小的沙粒淹没在这个圈子里 没人能发现他 红遍大江南北他并没有骄傲 一直努力着他成了拼命三娘 该做文体要求参赛者根据这段关于杨幂在演艺全奋斗的励志素材写一篇文章 改条爆料微博发布后立刻引来围观 有网友调感说这段毫无破绽的素材似乎换作任何一个艺人都是可行的啊 记者随即联系到杨幂身边的宣传人员秦女士 她还不知杨幂本人是否知道 但她表示杨幂很努力 以前只有我们看得到 后来她的粉丝看到了 现在更多的人看到了 这是值得开心的好事 余平人李勇杰也表示 用明星的故事作为作文比赛的素材 这可能是为了拉近与参赛者的距离 毕竟这是一个中学生作文比赛 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都是熟悉这些明星的